十月的纯爱番也是有够奇葩的 女主是黑道世家的千金小姐 为了享受普通人的生活 她只好来到外地城市读高中 可身为帮派首领的男主放心不下 于是她假扮成高中生跟着来上学充当保镖 主要就是避免有男生对她图谋不轨 结果却变成给全班人强行喂狗粮 女主鸣叫一笑 从小父母双亡没钱没房 十年前被黑道组织的首领带回去收养成了孙女 从此改姓叫做赖明衡 至于男主是老头的心腹兼现任首领 等同于女主的父亲回归现状 一听她成功考入了理想的高中 男主宇腾激动地给她举高高 在这家庭里共处了十年 女主在她看来依旧是小孩一般的存在 但一笑对她有意思很不想保持现状 奈何宇腾看不出来以为是纠结血缘关系 此时老头很纳闷 为何要挑距离本地上百公里外的高中 而女主坚定声明要享受正常人的生活 和黑道的人待在一起绝对找不到朋友 另外她主要想谈个普通的恋爱 只因她内心清楚 暗恋黑道的人是没有光明未来的 画面一转 女主已经来到学校参加完入学典礼 来到班级刚尝试融入团体 却被经过的男生撞倒 在即将出阳相时 忽然出现一只结实有力的胳膊将她护住 这一刻她小鹿乱撞 还以为桃花蕴将临到自己身上 使用友好的方式问候了一下校长 26岁的她通过走后门成为高一学生 这一突发变故让女主彻底怀疑人生 但她依然细皮笑脸的表示很担心女主的安全 毕竟可是老头唯一的孙女 而且学校里还存在着更多危险因素 那便是思想不干净的男生 在她看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为了守住一校的身体 她必须那么做 而且已经从老头那里获得许可 所以说女主反对无效 好家伙 这是恨不得让她一辈子单身 后续进入一段回忆杀 读小学的时候就因为她是黑到家的孩子 从此女主被学校全体成员孤立 担心会惹祸上身就不敢和她交朋友 为此想要过上正常生活 在外绝不能和她们有半点联系 即使是男主也不行 画面一转来到教室 由于儿时留下的阴影导致她患有社会 如今不知该怎么跟同学交流打好基础 而更大的麻烦是男主总年在身边 一听有人夸女主长得很可爱 她就直接扯淡回应之间是青梅竹马关系 还将双手放在男生的肩膀上施加压迫 介绍姓名以及今年是16岁 擅长对人进行拷问 男生都以为她在开玩笑 结果她却拿着圆珠笔想让两人亲身体验一下 引起这一番骚乱使得她跟男主都被当成怪人 现在她只想逃离地球 第一杰克老师开始筛选班长的位置 而大多人嫌麻烦一直没有举手 女主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成为班长也就能和她们有更多的交流 只是太难为情不敢自荐 男主察言观色果断推荐自己和她来当班长 然而得到这样的结果比杀了她还难受 很快老师发布一项工作 从班级里挑出该次球赛大会的选手 紧接着班里掀起一片嘈杂的议论声 费心费力的活动谁也不想参加 女主想要维持秩序却根本做不到 关键时刻还得她亲自出马 要知道能统领整个组织的能力可不是盖的 配合精湛的演技与口才 不到半小时就把整件事安排得明明白白 并且大幅提高在全班人心中的好感度 而女主已经放弃思考 全程没有一点存在感 后面她赖床开始自暴自弃 连个26岁的大叔都比不过让她非常绝望 雅莎西的男主见状自然会跟着担心 接着对她进行一番开导 朋友不是必须要有的东西 不用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 开心的度过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随即突然从背后抱住一起躺下 女主感觉她一直都在小看自己 不管怎么成长在她眼中永远都是个小孩子 由于从来没打过排球 后面女主只好找手下们帮忙练习一下 可白毛只是将球轻轻地拍到女主肩膀上 老父亲健壮愤怒的一脚把她踹上天 又按在地面使劲摩擦命令她温柔一点 随即男主推荐自己来与她交手 可她讨厌对手会放整个太平洋的水 另外她想要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必须要按照常规的才行 经过一整天的磨练 她手上留下许多痕迹 而这小小的细节 反而成为吸引同学们的关键点 看得出女主为了获胜相当努力 正因如此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比赛当天作为新手的女主表现得极好 察觉到宇腾寂寞的背影 她一下就能猜到 是要去没人的地方抽香香 接着化身七管炎跟上去 对她这种做法进行批评 转眼间女主的队伍已经打进了总决赛 可在一次接球的时候 她的手指不小心摔上 剧烈的疼痛影响她正常发挥 眼看着就剩下最后一分 女主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 很快排球向着她迎面飞来 在右手负伤的情况下 她只能用脚去踢 因为我也不懂排球规则 有没有懂的人能说一下这算不算犯规 最终女主一脚踢出了一个冠军 经此一战她顺利收获许多迷媚 然而在旁边观战的男主早看出她不对劲 紧接着把她整个人扛走送去宝剑室 女主期待的问到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结果她却睁眼说瞎话 毫无感情的夸赞非常棒 不过男主还是表明 想到女主就算没自己帮忙 也能过得很好就感到寂寞 最后又换成了女主安慰并鼓励她 尽管外表是个成熟的大人 可有时候内在却像个小孩子 女主感觉这一点很可爱 就像一条中心的拉布拉多 这个男主真牛逼 作为黑道集团的首领 为了保护从小养大的女主 她干脆扮成高中生陪赌 而就在今天有一只野生黄毛来找女主搭讪 甚至还将她骗到外面准备拱白菜 老父亲得知消息当即杀到现场 反手就把黄毛的头给砸爆 故事的一开始 趁着男主去上厕所的功夫 隔壁班的黄毛特意来找女主搭话 而他既单纯又渴望交到朋友 于是就毫无戒备的与对方互换联系方式 刚回来的男主在门口看到这幕顿式火帽三丈 手下们在了解情况后都觉得很正常 女主到了这年纪会被男生搭讪一点也不奇怪 结果下一刻被他用枪口抵住命运的脑嫩 如今男主恨不得把黄毛崩掉在丢海里喂鱼 但考虑到对方是学生 那样做会引起一些麻烦 所以后面要用别的方法阻止他们继续来往 隔天黄毛再次找女主谈论昨晚手机上聊的话题 只是不到两秒 但男主便当面拍起黑板擦 嬉皮笑脸的表示今天轮到自己职日 并嘲讽黄毛个子太小刚才没看到 随即勾肩搭配的提出一笔交易 只要往后不纠缠女主 作为交换就介绍一个新的女生给她 等到晚上不死心的黄毛向她发出邀请 下周要和其他学校的朋友一起去唱K 这一刻她激动的不行 终于能体验到充满青春气息的活动 不料雨腾在身后潜伏许久 刹内间把女主吓了一条 而手机还被她直接夺走 要求把那黄毛拉黑不再有任何联系 听到这话女主顿时被逼急了 用力跳上去抓住她的手臂 按照老套路这时候会出现重心不稳 两人同时摔倒 随即她整个人趴在男主身上 刚转过头双方便四目相对 停顿大约六秒女主才隔开距离 此刻她劝说到谈恋爱对女主来说太早 要等念完大学不如社会开始工作后 选男友的条件必须是百分百珍惜她的身心 另外最好是个高富帅 只能说这些条件男主是完全符合 然而一笑完全不停 再用力将她推出门外 眨眼间到了跟黄毛约定好的当天 趁着所有人都去工作 她偷偷跑出家门 很快便遇见黄毛以及带的四个狐朋狗友 起初女主还是挺激动的 感觉她们很热情都不坏 只要融入这个团体就不会总是想着男主 可直到去唱K时才发现 自身思想和沟通能力无法与她们产生共鸣 导致无话可说非常尴尬 而不安好心的黄毛一个劲凑过来 使得女主很反感 此时她们退去伪装开始抽烟喝酒 虽然一笑是在黑道家庭长大的 但却一直在接受良好教育 见到同龄人的不良嗜好 她相当吃惊 甚至做出接吻等不雅行为 感到严重不适的她打算尽快离开 结果喝了点酒的黄毛想要拱大白菜 她表示女主看起来很乖巧 不管说什么都会照做 这一下女主总算看透她有多么恶心 正当快要得逞时 男主通过GPS定位杀到现场 看着女主为难的表情 她杀心四起 而不知死活的黄毛还想上去硬钢 前后总共砸了七下 要不是女主大声喊听黄毛 可能真交代在这里 临走前她向另外四人威胁到 不想落得同样的下场 就别对外声张 并且未成年不得抽烟喝酒 很快女主被她带回车上 迫切地问到有没有被黄毛怎么样 这一刻女主幡然醒悟 为了喜欢上除她以外的男人而盲目地追求 最后还得让男主来收拾烂摊子 果然自己真的不成熟 望着女主伤心地落泪 与腾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后悔刚才没有把黄毛打成残废 被男主训斥一番后 她注意到衬衫上有口红衣 当然这是女主自己印上去的 此时她终于摘掉装逼的墨镜 并对着化过妆的女主看得入神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 使得之间气氛变得尴尬且微妙 若是女主不推开都不知道要保持多久 此时她重新说回那天晚上的话题 声明今后不管女主遇到多么好的男人 都不允许对方把女主从她身边抢走 这话凸显了她强烈的战友欲 但女主则以为她是站在监护人角度说的 随即放下头发进入休眠状态 雨腾打开车窗点燃一根香香 可注意力却一直放在女主的身上 忽然间一直看中的亲情开始变味 这个男主真牛逼 女孩父母双王被黑道集团收养了十年 期间男主一直充当父亲对他百般呵护 就算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也当成小孩子叹态 可女主却一直暗恋着他 本以为对方已经完全带入父亲的角色 不再有任何希望时 怎料男主却突然提出这种要求 由于男主本就是个九年义务教育的落网之一 混进高校考试拿铃鸭蛋也合情合理 加上走后门的根本不用在意分数 但女主偏要把学生的本分强加到她身上 于是拖着她来到图书馆复习 只是没过多久便有两名女生被男主吸引而来 看着他们有说有笑 女主很是担心 就怕宇腾会乱说暴露身份 其中一人好奇地提问他跟男主是否在交往 正当一笑犹豫不决时 男主果断回应没有 听到这话他顿感失落 虽然早知道答案会是这样 但如此干脆地否定属实有点被打击到 像是还没告白就被拒绝了 晚上男主来寻查夜总会的状况 而见他匆忙离开 老板娘立即追出来试着挽留 并且还主动亲上去 结果男主依旧面如死灰毫无波澜 坦言明天还得去学校上学 之后手下都觉得男主不懂得把握机会 然而他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女主 就算别的女人再漂亮也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女主从放学回到家就一直在发呆 当宇腾出现在旁边他才回过神来 慌乱之下不小心半道摔得四脚朝天 男主见状立即将他扶起 结果女主闻到身上有其他女人的香水味 一气之下大声呵斥不要碰自己 不料男主没看出他变成了醋坛子 以为是不用心复习导致他生气 此话一出女主被气得砸墙 无奈之下也只好装作是那样没错 之后回到房间做复习题 而男主提出要求 需要他给予一点奖励 否则学习肯定不会积极 女主随口应下 等不口完了再说 然而过了两分半钟 趁着一笑去泡咖啡的功夫 他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不管怎么拖拽都睡得跟头死猪一样 稍显不安的女主贴到胸前确认有没有心跳 而且不由自主的触摸他的嘴唇 不过也仅仅是这样就没下一步动作了 后来女主特别尴尬 反观他则非常淡定 并保证从今天起会认真念书 当然对于这突发转变他也实在搞不懂 本以为只是表面说说而已 但怎么也想不到会真的全身心投入学习当中 不到两个半星期就让所有科目都超过合格线 满脸期待的想要从女主这里拿到奖励 而他根本猜不到对方会缺什么 下一刻男主表明想跟他接吻 听到这话女主一脸懵逼 不禁以为是出现幻听 此时男主正准备解释 但一笑直截了当地回绝 于是他只好更改愿望 决定在这周末整天和他待在一起 说直接一点就是约会 眨眼间跳跃到周末当天 男主带着他来到动物园玩耍 而这期间总是提起他小时候的事情 就像老父亲给女儿讲述曾经的美好回忆 可这种行为只会让女主心情更加复杂 根本搞不懂他到底几个意思 之后由于围观的人太多看不到吴伟雄 他直接来一套举高高让女主射死当场 一路逛下来也到了吃午餐的时间段 看着男主亲手制作的豪华便当 他夸赞与藤不管做什么都很厉害 然而男主表示 毕竟自己是代替女主父母的人 这句话让他觉得又被当成小孩子看待 但无论怎么想 作为父母应该也不会提出那种要求 忽然听到他人的声音 有头望去是一家三口正在自拍 父母都亲在女儿的脸上 见到这种场面一笑再次觉得是自身多虑了 或许男主只是单纯的想亲一下而已 并没抱有别的感情 直到太阳即将下山约会也到此结束 而男主这才发现他脚背鞋子磨破皮 最后焦急且强势的给他贴上窗壳贴 女主有些吃惊 但还是坚决要穿这双鞋子 对此他表示今天一笑很漂亮 忽然间他都被感动哭了 不枉费这几天的精心准备 之后男主本打算抱着他回去的 奈何他觉得很丢脸 于是只能手牵手一起回家 等红绿灯期间男主察觉到他的困扰 随即做出道歉 上次不该说那些奇怪的话 最后坦白跟很多人接吻过 但认为那只是跟女人拥抱时的附属品 一笑询问现在是否还想和自己接吻 对此宇腾表示如果他讨厌就不做 文婷此言女主当即回应不讨厌 内心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期待 这个男主真牛逼 26岁黑帮大佬假扮高中生混进学校 只为了防止从小养到大的女主早恋 这使得每个接近他的男生都有生命危险 比如女主切个洋葱泪流满面 男同学好心帮他擦掉 可却差点少了一只手 既然都说了不讨厌接吻 男主便顺势脱起脸颊准备吻上去 然而他自己没绷住扭头直接逃跑 紧随其后的男主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 正当弯腰去捡起掉落的帽子时 背后忽然冒出一名杀手用枪对准他 紧接着连开两枪 听到声音的一笑有种不好的预感 等他急匆匆地跑回去只见地上躺着一名男子 虽然宇腾成功夺走枪械并反杀 却也因此受了点伤 这一刻他被吓得不知所措 但好在男主身法比较高级只受了点皮外伤 经过简单处理基本没什么大碍 从那之后过了两个半星期 关于接吻的事情他们不再去提 学校开始举办户外海边活动 说到底就是全班人到海边去度假 只不过前一秒他还在切生鱼片 回头望去发现一笑在切洋葱被刺激到累险 男生由于没带纸就只好用袖子代替 但怎料一把刀从面前飞过 吃了柠檬的男主爆发出强大的气场 一番警告下来都没有男生敢在接近他 晚上闺蜜们很好奇 明明两人总是待在一起却不是情侣 并且男主还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的告白 这样都没有交往就非常奇怪 此时一名女生不小心把手机忘在了更衣室 并陪他一起找手机顺便将没事做的女主拉上 由此一笑又感受到了青春气息 然而到达浴室门口现在已经换成男生使用 三人撞着胆子悄悄溜进去 而女主则分头行动到另一边寻找 却没料到浴室大门正好打开 他偏偏撞上泡完澡的男主 那一堆纹身让女主都看待了 幸亏反应及时没被闺蜜发现 心虚的他在找几个借口成功将两人先打了回去 经过说明 他为了不被同学发现纹身才挑这么晚来泡澡 至于真实身份只有校长知道 所以要是被老师看到照样会进橘子里喝茶 之后女主来到门口替他把风 而此时又再度提起从接吻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经过一系列的总结 女主感觉他喜欢自己 正打算直接开口询问时 结果还没说完男主就推开门打断施法 对于上次受伤给他留下不好印象表示很抱歉 并声明自己没那么容易挂掉 往后会永远陪在他身边的 这时忙完工作的老师们来泡澡 情急之下男主带他躲在卫生间 被搂进怀中的女主又在小路乱撞 将来更难从他身边离开 灯姐觉得差不多两人准备回到各自房间 而男主其实已经猜到他刚才想问的问题 但还是装作不懂没再顾问 隔天所有人穿上泳衣即将下水游玩 老是嘴角留下感动的泪水来白嫖男主的胸肌 然而他才是老司机 使用练习两年半的撩妹手段都给对方整不会了 此刻火冒三丈的衣笑出言训斥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来到没人的角落他先让男主罚贵 但男主反而调侃他变成了柠檬精 此话一出他当即扭过头不敢之事 而宇腾在看见露出来的泳衣 却直接将其拉到身边 发现游泳圈的同时他立即跑不去购买 但女主察觉到店铺背后有个可疑人士 经过前面的枪击事件 女主开始对套着黑色卫衣的人相当敏感 担心会有意外发生 可来不及多虑男主便给他套上游泳圈 在强拉硬拽下直接拖到海面上玩耍 见到两人又在撒狗粮 闺蜜实在搞不懂他们为何没在交往 随后举办猛眼敲西瓜的游戏 望着他悄悄离开的身影 女主猜测应该是去抽香香 但也注意到那名神秘人还在尾随着 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画面一转男主正拨动着打火机 随即神秘人迎面走来 男人被击中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可经过说明这其实是他的手下 自从经历了那件事他同样有所防备 所以才吩咐手下在周围负责监视 听到事情的缘由女主老脸一红 立即羞愧地蹲下跟对方道歉 误会解开后手下先去周围待命 至于男主则给他摸头杀 后来闺蜜的防晒乳用光了 女主想到自身有待就跑到物品存放处寻找 但这种独处的情况下不出意外总会出点意外 正在此时背后冒出两个男人来抓他 过去两分半钟 找不到一笑的他很是担心 从闺蜜那里打听到线索 他立马来到物品存放处 捡起掉落在地面的防晒乳 手下来汇报发现有两个其他帮派的人 但背着冲浪板的袋子觉得应该是来玩的 他反手就是一拳 毫无疑问女主是被敌对势力绑架了